美军自1979年单方面发起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打着和平利用公共水域的旗号行搅动地区局势之时 据美国国会发布的中美东海南海战略竞争报告显示 在台海地区 2015年美军穿航台湾海峡一次 2018年为三次 到了2020年则骤增至13次 在南海海域 美军2013年执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仅有两次 到了2020年这个频率却翻了四倍 甚至对美国的盟友伙伴的过渡海洋主张也提出过挑战 我们来看 首先水面力量部署激增 美方发布的中美东海南海战略竞争报告披露 仅2016年至2018年 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与解放军不安全或不专业遭遇就发生了18次 同期美俄之间的危险相遇仅有一次 我们再来看 空中力量悉数出动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研究报告显示 2020年美国海空军在黄海 东海 南海 对华底进侦察高达2000余架次 其中一半集中在南海 从兵种构成上来看 美国海空陆军都投入到了侦察中国的行列 比例大致为3比2比1 涵盖了13种机型 且多次出现冒用他国客机识别码的危险行为 最后 水下力量暗流涌动 2020年美国海军派出了7艘攻击型核潜艇前往包括南海 实行战略巡航任务 今年更是将仅存的三艘最顶尖的攻击型核潜艇 海狼级同时派往印太地区 此次美国海军海狼级核潜艇在南海发生事故 正是在中国周边活动频繁的必然后果 可谓自食其果 否则 刘羸 Oakland маш forever